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問得這麼難的嗎? 法治是甚麼? 甚麼?法治是甚麼?法治有甚麼原則? 人入其謹 這個很深,不要了… 我不懂解釋 為了社會安全設立法國 為了保障人民安歸樂業 司法、立法和行政應該要很分明 而不會互相干預 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事 保障每一個人受到平等的判決 公平的菜喀 無論是對人還是對事 法安法出來之後 我暫時表現懷疑 今天想怎樣? 搬到一個真的廚房舉行 我們一面煮食,一面說政治社會議題 我們有男子女和女子女 首先是單對單比賽 第一回合要製作400次咖啡 看看規矩 在這個廚房,規則是法律 而法治就是今天的主題 我們的標準是要製作這樣 兩位有秘密任務的裁判是執法者 負責維護食物安全 不知道待會這群年輕人 會覺得這個廚房有否發展? 好,比賽開始 好 好 很健康 三個三個次… 加油… 加油… 我數得多次 我是A的就數了 其實女子祖剛才的確是比較快的 以為製作食物這麼簡單 破壞法治行為,現在才開始 第二回合,製作班戟 規矩是很特別的 不是算是好吃的 而是要跟碟子的面積最接近 真是有經驗 不是吧… 好… 男子祖,不要手持著 沒事… 不要手持著 要煎多久才能吃得太棒 很棒 很棒 像小碟子的餐廳 我們也沒有說是哪一隻碟 所以基質吃得比較幸運 所以能夠給我們很多空間走圍 但能否令參賽者理解 或者信服,就是另一個問題 第三回合,分蛋黃蛋白 這次我們叫裁判 以食物安全為理由 深居其中一對 我驗到有蛋殼 然後也有蛋黃破爛的現象出現 手製的過程已經加上蛋白 男子組是有的,不過比較少的 這裡是扣女子分 兩隊都滿手蛋漿 但只有女子隊要扣分 他們會有甚麼反應 香港人經常說香港是個法治社會 但其實大家想的法治 口中所說的法治是否一樣 這集想點,幾位不同背景的年輕人 會和我們的嘉賓一層一層 深入思考法治 而這集的嘉賓就是做過 大律師公會主席的資深大律師 陳景生 Edward,你好 你好… 律政師請上鄭若驊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曾經說過要提升年輕人的法治意識 今天我們有幾位年輕人在這裡 不如就找一下Edward,你出一條題目 有關法治的題目 好,我現在突然想到一個題目就是… 法治是否等於守法呢 如果你說一些人要去守法 但那條法律原來都是踐踏著一些很基本的原則 例如人權 例如法治 例如我們的制度 行之有效的制度 這個時候守法就變成一個不妥當的一個行為 所以那個法治和守法 不是一個並列的兩個概念 法治更加重要的是它賦予了一些普通人的權力 去法院要求法官裁定 那條法例是否違憲 法治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存在意義 就是維繫不同群體的利益 所以在法治中有其中一個能夠彰顯法治精神的 就是要守法 這條法例大家有異議 我認為這應該是由法院 按照一個既定制度去改進 而不是單單用一個不守法的行為去處理 我想嘗試把題目轉一轉 就是不守法是否等於破壞了法治 假設我不守一條法律,我會被判刑 會被判罪 換言之其實在整個法治系統之下 它也在維持著 所以我覺得不守法不等於破壞了法治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都提到 市民的守法意識越來越薄弱 那就擔心造成法治災難 我想問,例如Edward 你覺得這個法治災難是否會發生呢 不守法也有輕重的問題 也要看個別的環境 例如限聚令 本身來說 就是為了一個衛生的問題 如果你將這條法例 我不想有人集會 有一些反對政府的聲音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應用 當然來說,這個是一個不適合的應用 但如果你看法律的條文來說 它每一個字都中的 我覺得守法是重要的 但守法不是法治的一切 你是不公義的執法的時候 你很難就說 我雖然執法是不公義 但是我都要求每一個人都守我要執法的法律 我們很多時候都聽見公眾說 這個檢控是政治的檢控 大家如何看法呢 或者我再加上Eric的問題 就是政治檢控 無論是執法上 或者是律政司 會否都會對法治有影響 我覺得香港 目前的環境比較多 像是因為一些政治議題的 社會事件 造成的刑事檢控 就比較多 其實最簡單 我覺得香港有部份的 案例是存在政治檢控的 例如之前限聚令 當限聚令收得好緊好緊 一些人就會開一些街站 可能派發口罩 或者宣揚自己的理念等等 但在那個時候 警察可能會對於民主派的街站 會比較多的阻撓 或者會選擇直接用限聚令去控告他們 但是對於建制派的遊行 甚至對於建制派所舉辦的街站 其實就置諸不利 如果是有政治檢控的時候 一定是一個不公正的檢控 如果單看一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你也不能看他有沒有定罪 就說這是否政治檢控 納粹德國的時候 他當時殺猶太人的時候 如果你看當時德國的法律 也是准許的 他也是依法辦事的 但現在我們看上去當然是混帳 所以不應該看 這個是成功檢控 所以就不是政治檢控 香港有個包青天好不好 假使法官判決不像你預期 你有沒有想過 香港有個包青天就好了 慢著 有個包青天真的這麼好 才聲明以下說的包青天 是民間通俗文學 和電視劇中的包青天 不是正式歷史 包公圍觀清廉、鐵面無私 可以為百姓討回公道 探裝枉法的就惡有惡報 簡直是正義的化身 不知道但是包青天又符不符合法治精神呢 所謂天子犯法與書民同罪 包公審案真正不畏懼、不詳思 駒馬、高官、招責可也 草民、藝民一樣可以申冤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這還不是體現了法治精神? 的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法治精神不可或缺的元素 但法治精神其實有很多支柱支撐 沒有了其他支柱 法治一樣會危危附 而有能力破壞法治的 往往就是當權者 小說和電視劇的包公是開封府玩 即是開封府的行政長官 同時他又是審案的法官 行政司法調查檢控大權,閘於一身 雖然他堅硬,不向朝廷屈服 但制度上,司法獨立並沒有保障 一旦換上不擇手段的人 就可以肆意干預 大型私後 包公不時對犯人嚴刑逼供 夜審尼媽換太子的國懷 又靠假裝鬼取正 完全沒有公正的法律程序 漠視公民權利 電視劇中,受審的都是大壞蛋 警惡情姦當然大快人心 但在現實世界 未判之前,疑犯都是沒有罪 唯有確守公平公開的執法和司法程序 才符合法治精神中的程序公義 法治精神的另一條之處 是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 要做得到,法律就要清晰明確 公開和可以預期 還要限制政府和官員 不可以任意行使權力 如果法律有很多灰色地帶 被當權者任意釋法 或者設有含糊的例外情況 就做不到以法狹權 像包公一樣 上方保劍一出,有無相得權 先斬後袖都可以 還怎麼可以說是法治呢 值得一提的是 包公依法嚴刑逼供 依法窄刀殺頭 依法用上方保劍 全部有法可依 不過依法行事、依法施政 只是以法管治,法律不代表 符合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本身就是要保障 人的權利和自由 如果法律本身侵害人權 或者容許當權者任意行使權力 根本就違背法治精神 不過換個角度想 向來標榜法治的香港 如果也有人期望有個大公無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包青天 到底反映了甚麼呢 男子組和女子組 鬥快分蛋黃蛋白 兩對都有犯規 但裁判在我們指使之下 以食物安全為理由 只扣女子對分 那裡是否有一隻穿了一點 哪裡 聽不見 是寫… 這是剛才事後穿的 事後穿 事後再流出來的 對 你們弄的過程已經破爛了 還未破爛了 對 如何確定剛才的過程還沒穿 但結束後才穿呢 有種擺明砌理入的感覺 法律應該是公平公正 兩個法律是一個人的錯誤 但一對是沒有懲罰 一對是可以有懲罰 這是完全是制衡裁判的權力 接著是團體菜 違反法治精神的事情陸續有禮 大家要做15隻水餃 20分鐘就要做好了 有膠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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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切到了嗎 已經有人切身頭了 如果裁判你偷二十分危害 食物安全 這樣很慘 很可憐的事情 對… 我是危害自己的人生的安全而已 也不是危害食物的安全 為何也要扣分 你切身手,可能有細菌 碰到很多食物的時候 其實會危害食物的安全 這個很清楚 他也是即時消毒和洗傷口 細菌也不會感染 包括膠布 但是裁判說這個食物安全的大前提 就令到所有事都關於食物安全事件 然後人們犯罰 時間剩下10分鐘左右 這是累,加上10分鐘左右 為了裁判,求終行動了 有了 我們會活收你這個旁邊 活收? 對 活收你的旁邊 你的罪名就是使用這道未清潔的湯旁 不好意思,我要活收你的旁邊 活收你? 但我們兩個也有洗過 權力使人膨脹 第一彎沒有反抗 第二彎都沒有反抗 去到第三回合, 為所欲為 我覺得裁判的權力 缺乏了一個制衡的機制或人 因為他直接收藏了鄰組的用具 但比賽開始之前 他完全沒有這樣定義過 時間有, 決勝時刻 男子組因為形狀有點不同 對於評判的準則不是合格的餃子 最後的規則是龍門任你擺放 越來越不合理 作為今天的承擔安全的總負責人 我認為裁判是行使了依法的權力 他有權決定餃子是否合乎規格 是不容挑戰他的權力 連這個主持也站在我們那邊的時候 更加沒有制衡 所以我們更可以自由地用這個權力 裁判是按著規例給他的權力 然後去行使 但如何去平衡裁判的權力 以及受眾他們的權利 經過幾個回合 這群年輕人覺得 這個食物安全大過天的廚房 跟法治的距離有多遠 入這麼遠 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 其實應該有不同的制衡 無論是司法、執法、立法 但是這裡也沒有 他任何位置都可以趕我們 違反了食物安全 法治最重要是公平、公正、公開 如果他一開始表… 他說的東西或是他表達出來的東西 都給不到一個足夠的信任 其實就很難讓人接受 雖然你切了規則出來就像天理一樣 但當大部分人都覺得 這個規則有問題的時候 到底我們要審視的是個人錯誤 還是這個規則有問題 法治精神包含很多原則 現實社會 誰最有能力破壞法治呢 有人說香港法治基礎穩固 也有人說香港法治已死 我就想請一眾的嘉賓 幫我診斷香港法治的健康狀況 我其實覺得香港的法治 就是一個傾胎來的 某程度上 《國安法》就這樣 原來就幫本地立法了 還要是立法前一刻 我們都見到八字一章 我覺得他還沒寫得完 因為在香港的法院 各級的法院會有 真是有一些法官 真是說的是 我們一開始說的法治 而不是中國式法治的那種意識 判刑上面 有些輕有些重 如果案件是涉及一些政治議題的 可能大家就會覺得 會不會判案的法官有立場 他是甚麼黃絲法官 還是藍絲法官呢 社會上 如果多人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對法治是有影響 我們有優秀的司法制度 有好的法官 有好的律師 市民的法治息 我覺得仍然是高的 去到壓力大那一段時間 我們遇到一些 從未遇過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由健康的狀態 變成一個亞健康的狀態 我們未必自己察覺得到 那個問題所在 我會形容其實 香港的法律 或者司法系統 一直是一個長期病患 只是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他的病症並未爆發 香港現在的現實就是 在中國其中 在中國的一部分 就立了國安法 根本就沒有問中了我們 即使香港的司法家人士 即使再努力去維持 他們心中所想的法治 但他最後當這類愛力干擾 換言之其實法治 可以有很多好的挑戰 可以是比香港的 內地的官員 甚至乎我們特區政府的領導人 經常都掛在口邊 說依法處理 依法甚麼都依法做 這樣的就是等於法治 我們要愛哪一款的法治 是不是有香港特區政府 特色的法治呢 還是香港以前都行之有效 賴以成功的法治概念 剛才大家就說了 香港法治的健康情況 世界正義工程 今年3月就公佈2020年的法治指數 香港連續第5年就排名16 排名都相當之高 說著就沒有講到國安法 現在那個變化 會不會更多了對法治的衝擊 這件事情 我們自己就應該比較虛心一點 也都應該看看別人怎樣看我們 這方面 我們是要跟世界接軌 還是只是跟內地接軌 很多西方先進國家 都對國安法有批評 說會影響到香港法治 例如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就說 對香港那個司法獨立 和法治是有毀滅性的影響 只是說一點就是 究竟港區國安法 是否保障到我們 是繼續可以享有民主先進 或者是一些 civilized societies 都是會簽了的 叫做這個ICCPR 港區國安法條文裏面列明 就說公約之下的人權 是繼續受到 但是他說這個是我們可以繼續享有的 他是這樣寫的 但是他又說 所有的一些含糊 如果適義有不清楚 港區國安法是會prevail 是會作為這個最後的議規 甚至法院可以去做一些 judicial review 一些司法覆核 或者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decision appeal 那些都不行的 我們現在看的字面的 講解就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對我們本身的法治 已經是一個沒頂的狀態 我會另外加多一件事 就是社會的需要 我們要怎樣才做好 中國香港這個部份 同時是優化到 我們本身基本法的東西 等等的罪行它列了出來 但實際上到正式執行了 要怎樣處理得更好呢 其實好看就是 官員的質素和執法者的質素 我自己對於法治理解就是 最起碼在法律條文裏面 一定要清晰 以及公眾透明可以看到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國安法條文很不清晰 很多都很模糊的地方 所謂顛覆國家 自言和自句 究竟是怎樣來定呢 當一條紅線沒有被清楚 有沒有劃定的時候 本身其實已經破壞了法治 因為法治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不可以有任何一個人 或者有任何一個機構 可以override法治本身這個東西 如果不是 rule of law 這個東西本身就變成 rule by law 或者 rule by man 廣區國安法已經立了 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是怎樣執行呢 有這個權力 是不是需要用盡呢 我留意到廣區國安法 搜查 我們過往香港的做法 裁判官頒一個首令 去做這件事 而港區國安法裏有列明 如果在特殊緊急的情況下 可以由一個警務處 首長級 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一個助理處長級以上的人 都可以在很緊急的情況下 去簽罰這個命令 如果這個情況會不會對法治有些影響呢 法治的其中一個元素或者原則都是限制權力 或者一個權力的平衡、制衡等等 一個首長級的警務人員 他真的落這個決定的時候 他亦都需要受到一定的監督和制衡 他不可以說 我覺得所有情況都是緊急的 這是不合理的 未來的幾個月、幾年 究竟會發生甚麼事 才可以落一個判斷 究竟國安法會否影響到法治 在這方面來說 無論以前也好、將來也好 我覺得在緊急的情形之下 為何不找一個法官去簽呢 香港的法官其實是不難找的 這方面就令人感覺到 就是定這條法例出來的時候 根本上他就是不相信香港的司法系統 這樣來說對於法治的影響是大的 有些事不是說你 我很公同、我做了 我這個判決是公正的 但如果人家看不到你公正的時候 這件事是沒有用的 這件事對法治是不好的 相信大家都認同 香港是值得擁有 人人都看得見的法治 今天多謝各位 香港的法治精神 是…如果你覺得那個元素是很差的 現在的情況 你就放合格下去 如果你覺得那個情況很好 你就放白格下去 我會選擇三個合格 限制政府權力 香港的司法程序上是律師主控 但近來有些爭議 檢控與否 或者需要加責任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是有退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司法程序公正的 很多人選擇 實在全都是爛產 很多時候都是檢查 犯了事也不用 有一定的審判 怎會人人平等呢 去年7、21 事實上是很多人 是拍攝到很多人 我覺得沒理由拘捕到這麼少人 很多國安法的規定 就已經…所有人權都吸防閃 沒有刹斥 法官的任命也好 審訊過程 現在好像在說 都沒有陪審團 總之你有投訴 他一樣會處理你 那應該算是公正了吧 譬如現在暴亂那裡 雙人那些 他們都是判得很輕 這些情形 只要不是因為暴動這件事 在另一個情形發生的話 也不是這樣判 很多人說大陸是人質的 現在很多法官就做到好像人質 參與暴動的人 你覺得對他們的判得太輕? 不公平, 太輕了 好, 保障, 保障, 保障 保障, 保障 保障, 保障 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 現在香港也做得到? 是, 應該做得到 程序公正上, 你覺得… 可以了 保障人權又說一下 現在你會不會安全了 例如多了國安法 就是我認為就沒有問題 對, 沒甚麼問題 對… 慢慢就是會做到 我們現在不需要他去責任 你們自己都害怕了 這個法例是誰要定 為甚麼而定 他是否一個公正的法例 也值得相確 助理 阿姨